我选择跟他在一起是觉得他性格好贤惠 我现在觉得看走眼了 他拿我不是那么当回事 我们俩都有过一段婚姻 我们在一起也是想奔着结婚去的 但他出了一些大事 总是感觉很不尊重我 他平常待人接舞都很好 对谁都一样好 但对我就不一样 做事情也不和我商量 我很不平衡 他太自私了 不能像一个男人去解决问题 我现在对我们的感情很迷茫 不知道该不该继续 有请这对嘉宾有请 刘先生39岁来自天津自幼职业 范女士46岁来自山东各体 欢迎两位 谈了多久 小一年 感情好吗 之前挺好 之前挺好 对 现在遇到点问题 碰了什么问题 他不尊重我 有骂事不跟他商量 所以我这个心里不是 这全是概念化的东西 具体吗 具体的 他出了哪些 他是二婚 我也二婚 他俩贵女 小贵女贵她 大贵女贵她 前妇 她前妇呢 年前脑梗 她就没跟我打招 就把大贵女借过来 那跟你打什么招呼啊 那跟我上来上来 主持人 在我这给你说一下啊 因为我前面的一段婚姻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幸 我跟我前妇判离的时候 他一个我一个 我是一对双胞胎 孩子呢 还不满六周 那在年前的时候吧 他爸爸就是突然之间得了这个脑梗 也想我一个做母亲呢 那边来电话 就让我赶快赶过去 我首先我第一时间我想到我孩子的安全问题 是不是 我到那之后 他爸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我就顺便就赶紧去查他的卡 看有没有钱 赶紧去医院 结果一查卡 上面只有三十块钱了 毕竟孩子他父亲嘛 我也动了刺意之心 虽然前面的时候对我非常非常的不好 那我自己就想 孩子长大之后 我不能让他埋怨我 是不是 是是是 我本着这个心 然后我就说 我就这样去做了 没有太多的考虑 就是给他出了这个住院费什么的是吧 对对 然后我把这个孩子也接回来 那付养费也没有 你这坐子没毛病啊 因为后面我有给他解释吧 他现在状态的话 就是他的一个左手啊 然后就是有点半生不随了 你想想这情况 他怎么去转气去养这个孩子 我觉得您就把孩子接到身边那件事 没有任何人有权利说一句话 有权利做任何的指责 而且对这姐妹来说是特别好的 关键是他一直以这个话题来提 就是说 都不能就说我这话 就是说我不尊重他 你怎么怎么的 你不尊重 你没告诉我 最后往上通知 反应就指缘 本身对他就不好 虽然说前夫对我不好 但是我是说孩子这么大了 毕竟是他的父亲 是不是 我第一个时间我首先告诉他的 因为他父母都不在了 还有他一个弟弟和妹妹 他电话打过去之后 就说我没有钱 最多我就给你一个人给你付 三千块钱 其他的钱就是 生育死和他没有关系 你就是人性你还凶 你本身家里都不管 你说外人管 你说这件事情 你说他家里不管了 我跟他这么多年夫妻 再说还有孩子 行了 你别说了 这事你就觉得不尊重你了 没跟你商量了 还有什么事 还有什么事 你说我有时带孩子 我也是这闺女 俩闺女 有时带孩子去他们家 他们家那天做饭 我当然是平时就是 三个孩子买一样的玩具 那天我们这做饭了 那俩孩子把我闺女 就咳眼角 退那咳眼角 回来前期就不干了 就让他给配道歉 他就不配了歉 主持人我这说一下 他一说我也很来气 你说孩子在一起 你说这六七岁的小孩子 在玩家家 难免的就是磕着碰着的 这个作为家长 谁都不愿意发声 对吧 孩子呢用家里的电话 给他妈妈打过电话 他妈知道 我家里的坐机电话 就给我打过来 打了我接的 是不是 这件事情我也跟他解释了 结果他的前提 找我一定称骂 就说你大人怎么做的 你就这么欺负我孩子 你以后离他远点 就这么告诉我 你说让我能接受吗 你所当就不对 万一要可逆孩子呢 可逆俩孩子呢 怎么说呢 你怎么说话 这么犯回了 你这样 能不能讲的道理 再说了 我来跟您讲道理 我们家孩子 跟您家俩闺女玩 我们家孩子眼角磕了 您作为母亲的孩子小 您是不是应该跟我说一声 对不起谁谁谁的爸爸 你看孩子玩没注意 但是确实伤到你们家孩子了 这话您该不该说 我已经说过了 但是我说了是吗 对我说完之后 他前期还在对我骂我 那是他的事 一点都不饶 人家说没说这话 说了 你光说说 我也是他更过分的 还要让我去 对不起 买个东西骂的 我也跟他一块去嘛 那你就把东西买着去呗 那也没诚意 你说你没诚意 你管个电话说 没诚意 你看吧 他说什么话 你说 我已经道歉了 是不是 他前妻不接受 我又跟他说 我说我买了东西 你跟孩子送过去 是不是 你说一个前妻 一个现妇 你作为你自身 一个男人的话 你是不是中间 要调解一下 对不对 行 你用的指责 我再关我 辛苦了 还有呢 你说我有事 我有急事 我找他 电话 好多回都不接 上午打了 你下午你忙完了 你给我打过来也行 不对 等我到晚上 我再打一次之后 结果 他跟他的闺女 在一起 在吃饭 我闺女那是有事 你跟他妈吵起来了 我肯定 你说有事了 他闺女 一个专接电话 那个不允许我打 我只打另外一个电话 那可能可不得 急事 可不不专线 你闺女有事 那我这不就不是事吗 有事 那你顺势去走啊 什么叫按睡去 这还有按睡去走啊 有些事情先办 有些事情后办 是不是 哪个急哪个缓 男的你不知道吗 能有吗 事 哎呀 你说的也太简单了吧 行 日子不是你自己过的事 我终于到中午夜配 大家互相在一起 是不是要互相理解一下 你说我 你也理解我呀 我找个男朋友 我目的是为了什么 我小你大 你肯定得理解我呀 对吗 这和大小没有关系 好好好 人就怕过事啊 过事就见人呐 觉得大姐怎么样 好是好 太唠叨 我前期就有点唠叨 但是他比我前期还过分 我现在住房 然后他就先去我这 不干那不干 我怎么舒服怎么来呀 他就先去我这 什么空气净化器 也买了 扫机也人买了 你说家里 那个房间 这么大个地方 买了好几台那个 空气净化器 还有那个机器人 也买的那么贵 你说何苦呢 又浪费钱 你说你年轻率高的 你哪用的时候 你就搬一下 不就得了吗 他就不带动呢 行 这个谈了多久来着 谈了小一年 你们当时谈的时候 是别人介绍说要 还是自己认识 别人介绍的 就是奔着结婚去的是吧 对 这人人好啊 做饭也好吃 父母见过他吗 父母见过 我爸妈就一直担心 我这混蛋的事 我就啊 一看到好啊 就灵了来 灵了来一聊天呢 我爸妈就知道 他这千夫这段子 包括这个千夫俩 还有这事 我爸妈脸上挂不住了 挂不住他也挂不住了 他挂不住 他就不去了 他就说 帮我做饭给送过去 我哪敢点漫漫 有漫去 你不得见人吗 你说像他这样说啊 我感觉对我 非常的不公平 为什么 你说我跟他父母见面了 结果他父母 知道我两个孩子 这脸就拉下来了 就对我的态度 非常非常的 就是说不友好 你说我心里是什么滋味 因为我从小 我也是担心家庭长大的 我也知道 孩子没有家 没有爹 没有妈的那种感觉 感受 所以我特理解我的孩子 首先我自己离异了 他爸是成这种状态 是不是 那以后就无底动 你我现在不知道 你怎么想 是要这回事 但是我接我这些钱 我不需要你还 是不是 那以后呢 以后结了婚呢 你又有没有婚 行 我明白了 您现在的收入 能养活起俩闺女吗 基本上可以 因为我做早餐的 自己开个小店 那为什么要结婚呢 这个怎么说呢 我自己考虑吧 因为毕竟孩子还小 我毕竟是个女人嘛 从某些方面呢 也需要一个 依靠一个男人 那您不得找一男人吗 我还不是男人 你找一小孩 这怎么弄啊 我就想吧 因为从另外一个家庭 卖出来 我已经很不幸了 我的前夫对我说骂就骂 手打就打 对 但是我现在 我就说找一个 为本的家庭 把我的孩子 融入这个新的家庭 他能够得到父爱 是是是 一个健全的家庭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 那您得找一个 这个健全的家庭啊 什么是健全的家庭 健全的家庭 是有正常感受力的家庭 您能明白 我说的意思吗 我明白 我明白 其实您完全可以 靠自己的努力 来养活双胞胎闺女 对吧 是 现在的困惑是 您的男朋友不理解您 对吧 他不理解我 首先我要感觉 他的性格 就是 就是一个小孩子 非常非常的幼稚 如果 他要跟你商量 我前夫就这情况了 我想出这钱 您同意吗 我不能说全不同 但是上那两万六万 我可能最多给一个两万 也不能说 那无敌栋 以后六十万呢 卖方的 以后万一哪一天 再挠钢了 你怎么办 再救啊 再救 你讨钱 你讨钱 你讨钱救 我偷得上那钱吗 对啊 那我没妈 我跟他什么关系 那我没妈 讨那份钱呢 客观现实就是这样 您喜欢了一个 重情重义的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的生活里 有一些她割不掉 舍不掉的东西 有可能会花一些钱 未来的生活 也是这样的 这女人你还喜不喜欢 反正我完全有点忧郁 那你就说 我忧郁了不就完了 那我忧郁了 对吧 得嘞 听明白了 事我们都听明白了 我也不知道 你们俩为什么要在一起 你们听听 老师们的意见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确实 大姐对谁都好 这说明你性格好 人好 从你对自己前夫这一件事情 至少感动到我了 一个女人 面对曾经伤害过自己的男人 在她生命无助的时候 伸出援手 这是以德抱怨 是感动人心 你们两个人 能不能走下去 你心里很明白 如果这一个大姐 她不是自己有个早餐的档口 不是有经济能力 你的态度还要差一百倍 因为你今天告诉我 你把孩子带过来 如果再去照顾你的前夫 无底洞 你刚才说的无底洞三个字 是深深刺痛到我 这就是你的价值观 就是你 对情感的标准 在你的心目当中 是以金钱为衡量的 毫无疑问 你刚才说 我小 你大 你就应该理解我 言下之意 就你做什么事情 都要迁就你 他都要妥协 我没那么说 言下之意很明白嘛 你对这一个女人 有多少爱 我看不出来 如果是真心爱你 即便你做的这一件事情 她内心不舒服 也不会这么张扬的 表现在你的面前 何况你现在不是她妻子 你花的是自己的钱 没用她一分钱 这六万块钱 让她出一半 你想都不要想 中年恋情 可以务事 但没有像你这样 你要有一个思想准备 如果这一段恋情 你还要走下去 风险很大 等到哪一天 你的早餐档口 生意不好 或者你无力经营 你是孤立无援的 我断言 她是不会给你一分钱的 最后一句话 大姐 遇到喜欢的男人 牢牢地抓在手里 遇到不合适的男人 赶紧放手 谢谢 我觉得你们今天来挺好的 真的 就是时机特别好 一年嘛 也不算太长 也不短 之前没矛盾的时候 风平浪静地 谈了一年恋爱 先生觉得这位大姐 对你照顾得特别好 对你无微不至 你感受到了幸福感 女士也一样嘛 找了一个比自己小不少的 一个小年轻 充满朝气 你也很愉快啊 真的一年挺好的 你再拖个三年五年 如果依然风平浪静 还真走进婚姻里了 那我想想我 哎呦 我都后几辆发麻 真的 还好当家庭遇到 这个重大困难的时候 这个时间来得早一点 你有机会提早看清楚 你们俩彼此不可能走在一起 刚才先生说了一个话 特别逗 我说那你这前夫 不就是无体动啊 那我说难听点 你别介意啊 有一天你病了 你是不是无底洞 他把你扔了 有一天他要病了 他是不是无底洞 那不是我们俩结婚了 那是前夫啊 你俩结得了婚 那前夫是他女儿的亲爹 他女儿回来哭着跟妈说 妈我爹病了 你能不能给我爹出点钱 他说不 他怎么当这个妈 出点钱行 你不能守全土 对吧 全土肯定得涉及到我 对啊 你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你不愿意脱上这个包袱 你看中的就是一个女人能干 只是带一个闺女 没有负担 也有收入 对你像妈妈一样的好 你看中的不就这个吗 今天平衡打破了 她不能像妈妈一样爱你了 她现在俩闺女 她得挣双份钱 她也不能像过去 那么无微不至地照顾你 因为她还背了债 她也得照顾她前夫 有可能就得拖着这个人 所以你爱的是这个人 还是她给你的这种关爱 还是她经济条件以前很好 还是她没有那么多负担 你明显不是爱这个人呀 你爱的是她提供给你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今天出现这个事 看清楚彼此的需求啊 女士 这个我不是说一定批评她 她的需求就是 刚才我说的这些 你提供不了了 咱也不去再解释了 没必要解释 这是我人生的选择 我达不到你的需求 再见 咱收拾起自己那份心 好好带大两个闺女 这是你的财富 你有好手艺 可以做早餐 开小店 养活两个闺女 你也会碰到一个 和你一样 重情重义 有手艺 能够扛起你们家责任的男人 碰不到 咱就自己先扛着 扛这么多年 扛挺好的 是不是 是的 一年彼此感恩 说再见 谢谢 我再做一个假设呀 你的前夫因为脑梗了 你把他给挽救回来了 恢复如初 他会感恩你吗 这个我没有考虑到这方面的 要考虑 我只想就是说 当时吧 就是所有的恩怨 前跑到脑后 先救他一命再说 我不否认你的抱怨 也不否认你的品质啊 我们只是探讨 在这里甚至没有绝对对于错 所以这就是 在某种角度来讲 前夫遇到问题 你都能帮他 在婚姻之内 你也一定是尽职尽责 为家庭付出了很多 对不对 是的 但是你还是离婚了 我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在原来你的婚姻当中 你做的太多了 做的他无事可做 他除了挑剔你 折磨你之外 他可能也不会干什么 被你给宠坏了 我想把这个事啊 跟你说清楚 但该帮 我也觉得可以帮一下 但反过来 帮是你的权利 但是你俩谈恋爱呢 咱俩说一声可以 说一句话的事 毕竟两个人 奔着未来走 这为什么说明 你没有商量 在帮助人这件事情上 你也过度自我 大姐 听明白我的意思了 我听明白 对啊 我觉得我帮的是对的 我也不考虑那么多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毛病 但是 和他说句话 可以有 另外一个 我看到的是 你是在借钱帮人 对不对 是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哪怕是亲人 可以无条件的爱 但是要有原则底线 如果这个度 你把握不好 你的边界太大了 过度负责 我是在想 未来你不知道 还会惹出什么祸来 你帮前夫可以 但也不能成无底洞 用借钱的方式 你要不要养孩子 你的孩子 没饭吃怎么办 你不给自己家里 留点这个活命钱 再做好人 有一个前提 不以伤害自己为主 不透支自己为主 我觉得这个好人 是我们妥推崇的 而不是把自己 搞得伤很累累 昏你离了 他对你不好 你救完他以后 他好了 我告诉你 他仍然不会感应于你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你的孩子教育出来的 是一个能够担当负责任的人吗 说完了 自己慢慢比 余老师这个意思 你一定要记住 也就这一次了 因为是紧急 而不能因为这一次 变成了你成为他养老的一个人 对了 是不是这意思 没错 他的核心是在这儿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 就是我们是觉得这个时候伸个元首没有什么好说的 但是你要再往下 那就是越借越过了 没错 没错 你是借别人钱 所以说你自己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那你对孩子也不尊重 是不是 对 南方啊 我说啊 你啊 嘴太贫了 你这张嘴 不撩人 也体现成了你的计较 嘴巴上都不饶人 那你的容忍之处在什么地方 必然这样的人 他能够对潜伏好 他一定也会对你好 但是前提是 他就是这么一个大爱的人 你看中的不就这一点吗 那么对你而言 学会能够去包容一些委屈 接受一些所谓的不圆满 可能你得到更多 当一个人计较的时候 你永远得不到计较之外的东西 这个年龄了 咱很多事看明白吧 别总想着自个儿 最后就把自己活成孤家寡人了 行 谢谢老师 男生我问你个问题啊 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你怎么处理呢 你的前妻突然出了重病 不能照顾孩子了 又需要钱 我就肯定是救 我最后我得跟他说 他同样也跟你说了 你跟我说 那我是上任了口闻说 那不能说 最后你打电话 同志接过来了 他如果不同意 你还会救吗 不一样吗 不一样吗 你不也是救是肯定的吗 我省得气 不是救不救的问题 是你 我在问你事实 如果同样的事情 发生在你头上 你会怎么做 他已经答过了 就给两万 不会给全部 我全部给 我最后同志他 全部给 他的回答已经变了 前面他说给两万 那是另一回事 那是他潜伏 到你前期的时候就 全给 你看 你看 人性点白的 我那可是 所以你看 你为什么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 你要强加于他身上呢 分针啊 什么叫分人 对 就是自己嘛 自己要全部去救 为什么你要求别人 因为他潜伏不行啊 人不行啊 那是他的事情 你怎么听不懂 我的核心意思呢 这就是你的问题 没有那么足够的 责义心 不会共情 所以说 经过事儿 我们能看出这个人 到底适合不适合 选错了就选错了 赶紧止损就好 对不对 我们不仅要及时止损 发现问题 我们要即时止损 就这 这事儿 我为什么说你还不够成熟呢 咱们看看 这事儿 假设说 落到我身上 我怎么做 首先先说 钱给没给 给了 先给的钱 后通知的你 咱就想 这钱还要都回来吗 要不回来了 所以埋怨有用吗 埋怨没用 那不如送个顺水人情呢 那就是刚才 余老师说的那段话了 我没有权利 但是我作为你 现在的男朋友 如果我们未来 要生活在一起的话 你前夫的问题 我们需要讨论一下 你这次的做法 我是不认同的 我害怕 以后你前夫 再出这情况 你救不救 咱讨论是这个 对 是这意思 也没讨论 你没讨论 你是说 你为什么没通知我呀 然后最后我们划定一个 你还救吗 你看 你要还救 那对不起 咱俩不能在一起生活 那我担心这事 那我等于娶了你 我还把你前夫娶回家了 对 那这事我干不了 那你这么说 你该走不就走了吗 你也弄明白是怎么 我想想 对啊 那你不就该走了 你嘴碎碎叨叨地在这儿 碎碎念什么呀 那个大男人的 这点事看不明白吗 你不就应该这么沟通吗 所以我要问的问题 恰恰是在这儿的 我带他问 他不会沟通 现在命救回来了 这个男人你未来还管吗 经济上 我经济上 我量力而行吗 什么叫量力而行 如果您还管的话 那还不如付了这个婚的好啊 那何必 付婚是不可能了 所以为什么要管呢 一个曾经伤害过我的人 我都救过他一命 我为什么还要管 孩子能理解理解 理解不了 随着他成年之后 他会理解的 这就是您的边界 我明白 好吧 至于您呢 就是我说那话 我要是您 我真喜欢人家 这事我都知道 钱要不回来了 见现话在这儿了 我就为了娶你 我帮你还点钱 我做个样子总行吧 都没有 没长大呢 你照顾不了一个女人 你更照不了一个 带着双胞胎女儿的女人 仨孩子在一起玩 打了个架这件事 你都协调解决不了 你还能干嘛 一起进入 192就要爱 真情就是 我是挺喜欢你的 但是通过这几件事啊 我现在也是很犹豫 也是很纠结 因为我怕你这千夫 以后也是没完没了 就是咱俩结婚以后 我还得跟你一块儿 关机一块 我接受不了 我现在得考虑考虑 你有你的想法和立场 但是我自己呢 也经过我前夫这个病 和孩子的问题 包括和你父母 就是嫌弃我带的孩子多 我自己也对这份感情 产生了质疑 我也自己想象 后面的路 还能不能走下去 因为咱俩的想法 就是偏激太大了 再加上 你爸所有的时间 都没有把我的位置 放在前面 所有这一点 我该很含心 我听了最后这一段 告白之后 基本觉得哈 他们俩要复婚 其实挺好 各回各家 各找各的前妻和前夫 你们这段关系 就是为了复婚而存在的 挺好的 谢谢两位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酷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伯红兄 预测一下 他们还会出来吗 我预测两个人 肯定都不会出来 首先预测是双不出 然后从复婚角度讲 男方是应该被 前妻嫌弃不会付的 但是如果女方这个大姐 回到前妇那里 那她复婚的概率是极高的 双不出的结果是肯定的 但是我猜想啊 她要复婚 她大概率会复婚 但原因不是她老公 孩子嘛 是孩子 是 孩子抱着大腿说 妈妈 照顾爸爸 我们一起生活吧 她说 好吧 哎 行了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我主要好奇女生 在吗 挺好 这个结果特别好 既然不能够接受彼此的价值观 那咱就早点分开 来吧